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奥巴马最近还真的是 真是什么都没想到 人家都会估计一个总统上台会碰到考验 伊拉克撤军 跟俄罗斯的核弹头的谈判 跟中国的国债问题 都没碰到麻烦 现在碰到麻烦了 目前这个是最大的考验 他们说 他这不是说著名的会聊天会演讲的吗 怎么老口误呢 说是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是个黑人教授吗 这个教授我发现也挺乌头乌脑的 自己家里的钥匙是不是没带 这个门锁住打不开 结果自个儿强行破门而入 结果美国人是这样 邻居马上就报警了 说怎么有人砸门呢 结果警察就把这个教授给弄回去了 弄到局子里去了 当然是最后说是抓错了 但是曾经说他就说你这是什么强行入户的什么罪名 结果这个百乌龙弄出来以后 奥巴马呢 就是说话 那意思就是什么stupid 就说这警察stupid 但警察不干了 纪律部队不干了 说怎么就说我们是stupid的 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这个新闻啊 坦白讲我蛮幸灾乐祸的 蛮暗自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奥巴马选举的时候 我就写了文章 我说他应该会选上 选上之后呢 一定会闹一些小新闻 是什么新闻呢 就是说他一定会因为太轻挑 或是说因为太激动 而引起一些语言的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选举的时候 你就看到好多次对手 只要有一句话挑衅到他 他就反应非常激烈的 坦白讲那些黑人文化 我们必须承认 那个不一定是不好啊 因为你从正面来说他就充满的情绪 充满的动力啊 就是黑人啊 他连走路就是动来动去 好像跳舞一样的嘛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这一次的事件也是那个 黑人一直以来那个文化的展现 对他们本身来说 你熟悉这个文化的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嘛 可是你作为一个总统 在那个公众场合这样说 而且他是指着白人警察 我觉得这很容易就被人家把事情划大了 所以我觉得本局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呢 我不觉得有那么严重 可是他是一个蛮让他感觉丢脸的事情 但是他感觉马上道歉嘛 就是说这个要请你 你觉得这个事情当中有谁错吗 你们想想整个这个事情当中有谁错吗 警察也没错 那我们来看看 先看那个那个哈佛教授 他自己回自己的家 对不对 那钥匙没了我进来 你被警察抓住 你和他远不远 是他好像没什么错 对 那警察呢 看到有人打破门进房 而且他去干涉的时候 据说被他问候了老母 那个那个黑人教授啊 就骂他 因为黑人教授想 神经病我回自己家嘛 你来拉我干什么 然后就骂了钱 所以那个警察是依法办事 有错吗 你说警察也没有错 对没错 那奥巴马错了吗 奥巴马说警察这个行为是愚蠢 那奥巴马自己说的用词不当啊 说请这警察和这个黑人教授 到我们白宫来喝啤酒 言归于好 你知道这事其实错 我觉得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在总统不应该就这种事情来表态 就你在这个位上的人 你可以有看法 你在家里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报道 你跟家里的人 你可以说他stupid 但是你不能以你总统的身份 你就越级的 你说他们 他们美国人 把这件事情现在看作是他上台以来 最大的政治考验 未免有点 对啊 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考验 然后他现在不肯承认他错 他想出一招就是 把那个黑人教授 那是他朋友 跟那个白人警察 因为所有的警察现在都支持他 请到白宫喝茶 吃巧克力 他认为他面子大 那当然了 这个那个白人警察很高兴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警察嘛 现在说他也没错 还可以到白宫喝杯 他很高兴 那黑人教授其实还是不大满意 但是就事情双方都不肯道歉 奥巴马也不肯道歉 现在的舆论 我们撇开说 共和党会抓住这个事情 说他这个种族的身份的问题 因为奥巴马自从04年那次大会以后 他过去四五年间 有顾问给他参建议 从来不提种族问题 因为他提种族问题 会引起各种各样的 吃力不讨好啊 或者说的 他也不能提黑人说话 他现在做所有人的总统了吗 所以他从来没讲过 但是他们分析说 这次他是无意识发自内心的 这种种族的对这个事情的表态 但是人家更在我看来 也有些评论就是说 关键的地方是 他在这个身份 他不应该就这个事情来表态 因为他是总统嘛 可是指动说到底谁错 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看 可能非常可能 我们不知道 从新闻来看 非常可能 可能三个人都有错 我觉得就根本 照我的中国人觉得 这算什么事啊 但这件事情其实 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想起以前 我有一次 对吧 我认识上海原来的市长 就汪道涵嘛 就有一次谈起 他看了一个什么戏 然后他就讲了 对这个戏的一个看法 当时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 那后来他讲 他大概是有点不大满意的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呢 他说不好说 我们说了人家就为难 你明白吗 所以我就想到 就是人在一定的位置上啊 你有个人感受可以 但是你要是随便一发这个感受 人家就会把你这个感受 当做是一个很高层来的意见 下面的人 你现在你们看 我们常常会习惯说 一部电影拍得好好的 很热门 突然间没声音了 什么东西突然间 就是有个 中国人已经形成个习惯了 就是说 谁谁谁 说 谁谁谁 怎么样 其实真的领导哈 他会 他会说 但是他不会直接 奥巴马这个事情 他要表达意见的话 他不应该在记者招待会上 直接去骂人家 这个警察愚蠢吗 现在的问题就在那里 搞得他这么小的一件事 他自己肯定想 我做了几个月 我什么事情都处理过来 怎么这件事情搞得我这么麻烦呢 他不是 好几回了 上回不也是说吗 说又闹得就道歉吗 说人家问他那个 什么保龄球啊 什么打的怎么样 他说至少比长安会上打的好嘛 等一下又歧视残疾人了 道歉吧 这是政治不正确 这是政治不正确 向前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说这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我倒是想起 我昨天还看了段李敖有话说 老节目 正好还讲到一个台湾的这个事情 就说你这个领导人 在这个公开场合 你用的这个语言 他先举了个例子 就叫白宫 说白宫里头有一间 那个椭圆形办公室 这英文呢 叫OVAL 对吗 OVAL 对吧 那么克林顿发生性丑闻的时候 跟那个莱文斯基 美国的报道呢 就说这个口交啊 就叫O R A L 就说O R A L 发生在OVAL 他说你看 你像这样的事情 按说你这个新闻 有什么变检 就不能出吧 可是因为它是这么重大的一个新闻 所以你也挡不住 你这个这个也屏蔽不了他 台湾曾经有一个外交部的这么一个 对外交部长 陈唐三 也闹这个笑话 就是说你当然你私下里聊天 你可以用这种市民的语言 可是呢 你在那个一个挺公开的场合 你讲这个什么新加坡 也是讲 说新加坡是一个像鼻屎 一个一个地方 那个意思说是 也是说到卵趴 说像鼻屎那么大的地方 你去靠 你去泡 你去靠 你去靠那个这个中国的卵趴 怎么这么做 而且 而且陈唐三讲的时候还做手势 好像 然后勾一下鼻子 没错 还说 像那个鼻子那么大的国家 好像就感觉 他真的掏了一颗鼻子出来 没错 所以人家新加坡提抗议了 说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最后台湾的要 又要解释 他是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怎么着 这就说明啊 有些个语言 确实是 你在那个场合用 对吗 对 那要不然就很容易造成 这种诗言 而且这种诗言吧 媒体还得照样报道 这就是台湾轰动一时的 叫LP事件 因为啊 说也要考虑小孩子 你知道这个卵趴 怎么蹬在报纸上 于是呢 只能这个媒体就写成LP 而且他都还触及到 最敏感的政治问题 对 台湾跟内地 他这次也是 他的黑人白人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美国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我跟你说两个 我现在觉得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很幸运 我觉得好open 很开放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知道 大家都是人嘛 对吧 我觉得很自由 真的 这是我们承认人性那一方面 可是放在政治上面 对不起文童 我说刚才到世界上 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 我们通常看一个社会 政治人物的诗言 因为他们也是人嘛 讲错话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 可能他们没修养什么 可是看出那个社会的水平 或者说开放不开放 是看发生的事情之后的反应 各方面的反应 你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要打原厂 把人家找回来吃饭 要不要炒完假送巧克力 那些休养的所在 还有比方说克林顿的以前 还有奥巴马什么 我们看到 他会用这个来自我调侃 来开玩笑 他不会当作一个 讲错话好大的 損害我的自尊心 把他避讳 你看这台湾就不一样 一讲起这些事情 后来我听说 陈唐山李登辉什么 完全绝口不提的 身边的人也不敢去调侃他 就是说你显示出那种 不够开放 那种封闭的心态 而且都说中国的警察很厉害 其实中国的警察要是碰到 假如说中国的警察 假定说他到一个北大教授 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北大教授 后来他就知道 北大教授认识 某某人 某某人又说他一声 中国的警察会怎么样 做检查了 对不对 这很难说 咱还是说外国的事 你说的对 我觉得最近贝鲁斯科 你就忧了自个儿一磨 这个领导人 没办法不忧自己一磨了 你看这个新闻片上讲 就说我也不是圣人 外边很多美女 很多企业家 我看底下人就笑 但是我觉得最近 他的这个事情 我可绝不是想那个丑 丑化他 实际上我挺喜欢这个人的 我觉得好玩 为此专门有很多他的照片 咱们可以这个看一看 贝鲁斯科尼最近的录音 就是好像有个共和报吧 意大利的共和报 老跟他作对 公布了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那个三培女郎 还是妓女啊 叫什么达达里奥 达达尼奥 达达里奥 他是 那太可怕了 他是有意的到贝鲁斯科尼的卧室里 他录音 而且这个录音还是一段又一段 一段又一段 而且在录音里 他有意的挑这个事啊 聊这个事啊 你比如说 就聊 哎呀 像刚才咱们俩这样这个高潮的这个性爱啊 你知道吗 我已经有几个月都没有享受过了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啊 然后贝鲁斯科尼就听到他的录音里的声音 不是 你一直说 我觉得你应该啊 多那个自卫 多摸你自己 然后又说 那意思呢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女的故意挑事嘛 可能是躺在床上就挑动跟他聊 说呀 年轻人就不行 年轻人一秒钟就要来 那个让得我很为难 压力很大 那意思就是你72岁 你功夫好啊 哎 挑的贝鲁斯科尼自己还很得意 说你看我我我这功夫可能是家传的 圈套 这个就是被人设被人设计嘛 然后这一公布出来 这个事啊 你你先看看照片 你看这是旁边 就所谓的这个组合吧 贝鲁斯科尼 这就是这个妓女或者是这个三胚女郎 然后你再看下面 这就什么 这是谁啊 这是贝鲁斯科尼任命的平等机会部的部长 国家的部级干部 当年的也是一个模特 你看看他拍的照片 就当年的脱衣五娘据说是 这人家能够 哎 这真是男女平等了吧 人人平等的社会吧 就这样 以前意大利很多脱衣五娘去选 立法医院 建议量量 再看下面 意大利发展 这当年的平平等机会部部部长啊 这贝鲁斯科尼就让他当部长 你会说意大利这个国家 哎 你看 当然穿上衣服看着还是像部长 是吧 你再看 这看 看还有吗 你知道 出现在国际的大观显贵的场合 你看着哪个像啊 看不出来了 你看 就这个 这都是贝鲁斯科尼吗 在这个这个国家的这些场合 我就说一说 我说意大利这个国家呀 最近中国北京有个周刊 还就访问 访问意大利住北京大使馆 就说 这你们总统这个事怎么回事呢 大使馆就说 你要注意哦 这些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然后呢 就问在北京的意大利人 有一个意大利的女 女的留学生讲 说西西里岛的美丽川说那电影 看过吗 那你你知道吗 那个那个电影叫马琳娜 还是叫什么 就是我们意大利很开放的呀 都我们不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不仅意大利 整个欧洲啊 我印象很深刻在克林顿闹性丑闻的时候 有欧洲大概好像有几十个 五六十个吧 知识分子 联名 花钱 自己掏钱 在美国的重要的好的报纸上面登广告 广告是什么 支持克林顿 是说希望美国的政客 不要性压迫克林顿 这说这是他们夫妻的事 他太太不讲话 只要而且他没有滥用公权力 当然只要他没有做伪证 做伪证是不行的 非常严重的 你破坏司法的信任 没有这些的话 你们不要纠缠着 他有没有用雪茄 用大号还是小号雪茄 什么这个那个 那个欧洲的知识分子 出来这样挺科 挺克林顿 所以套回来看 我们可以理解 意大利的民众 或说知识界 可能现在焦点只是在于说 他们有没有因为他这种 牺牲活的不减点 而影响到公权力的使用 比方说根本委任了不适合的人 当什么部长 什么部长 假如这个没有的话 我觉得其他事情 他那个录音要是能录到一段说 我开的那个咖啡馆 你能帮什么忙吧 行 我跟什么部长关照一下 那就完了 那就有公权力了 中国有一件事情 法治日报登过 说山东有个局长 包了一个情妇 那个情妇就离婚了 离婚了以后 现在检举他了 检举那个男的了 男的没离婚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检举他呢 就是说他答应过给他一个工程 然后后来呢 他不答应了 就不给这个女的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两条标准了 你从道德标准来讲 一干部包养情妇 他给他过钱嘛 那这个就是违反 为官的道德了 但从另外一方面 我那天看报纸 旁边一个人来说 这个检举不就证明了 这个官员很有职业道德吗 他税管税 国家的那个指标啊 那个工程啊 不给他 他要给他了 这事情就不败露了 但是可能给另一个情妇啊 那得查啊 那得查啊 广告之后见 这贝鲁斯科尼啊 这老夫这个这个老计福利 一直在千里 现在还出来 七十几岁了 七十二岁 真是功夫过人呢 经历过人呢 他就他 该当体育部长 没错 就是那个他呢 现在自己出来说 我一定要坐满任期 我的民意支持率仍然很高 但是呢 我发现意大利你要知道 他这么开放吧 他还有个天主教在他那里头 你知道吗 天主教的报纸 出来说 说我们知道 衡量一个领导人 主要是应该看他的这个政绩 而不是看他的私生活 但是呢 领导人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他的价值观的问题 说我们希望贝鲁斯科尼 能够 他用的是一个什么词啊 能够沉稳一点 就那意思稳 稳重点行吗 那可是那个 其实他有一个好处 在于说他离了婚 其实是老婆救了他 因为他 因为假如他没有离婚的话 这事情可能就纠缠了 我不清楚 意大利有没有通奸罪 假如是天主教国家 可能有通奸罪了 是犯法的 我说你还没离婚的话 你这道德的压力 是比较大的 可是就事情爆发出来 以前他太太就离婚了 离婚的前因后果 但是召际的话 他信工业要是不是合法化的话 意大利这些城市 他不是合法化的话 他照理说也触犯那边的治安条例 没有没有没有 贝鲁斯科你讲了 他说我不知道那是妓女 你这里头还涉及到 这个女的呀 还把那个中间人 可能就是算是拉皮条的吧 一个商人 是这个商人把这个钱给的这个女的 而这个女的呢 甚至还录下了 他跟这个商人谈话的录音 在录音里 所以总理并没有直接给他钱 在录音里这个商人跟他讲 说我带你去见贝鲁斯科尼 参加他的什么party 然后呢 我不说你是卖的 我就说你是我的朋友 那就变成一夜情子了 所以这个钱是很重要 所以现在包括我刚才讲 那个山东那个局长的案件 也是在辩论 就是说他有没有钱 没有钱 接下来为你播出 走向2010